老婆出轨以后 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她和我是假结婚 是我老板的情人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我叫郑欢 二本毕业之后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 虽然她是本分 但是待遇很低 没有三险五金 月薪只有区区六千多元 今年劳动节植树 我们一些职工 就在办公大楼后面的空地上种树 总经理范健点突然叫我 让我一个人帮她浇水 她身高1米7多一点 胖得像石滚 蹲下来挖土的动作颇为滑稽 小郑 以后有啥打算没有 她开门见山问 我笑了笑 当然是在城里买套房了 可是这个不知道啥时候 才能实现啊 怎么就这么一点出息 范健点咕噜一下眼珠子 观察一眼四周 我现在给你指条路 就看你走不走了 我精神一阵 往他身边靠近一点 范总 像我这样的青年 就得贵人相助 您请讲 范健点又观察一眼四周 跟我耳语一阵子 三分钟后 我明白了 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以后月薪三万 还有奖金 而他的要求就是 我和一个叫柳如烟的女人结婚 并且住到他的别墅中 但是有一点 我和他只是表面夫妻 不能干涉他和柳如烟的各种生活 也是说 柳如烟是他的秘密情人 碍于某种压力 现在不得不结婚 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对象 物色之后便认定我最合适 我心想还有这种好事 就立即点头 我答应 就这样 我和范健点达成一致 第二天 我和那的叫柳如烟的女人走进民政局 看到柳如烟的第一眼 我就不由得怦然心动 她只有256岁 身高1米72左右 脸蛋俊秀 身材火爆 身上有着一种令人陶醉的芳香 绝对是一个天生有物 但是我控制住自己 告诉自己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按说这件事可是人生大事 是要通知亲戚朋友的 范健点也跟我说了 我可以给亲朋办两桌酒席 但是我拒绝了 一个人也没说 没有感情的婚姻 我不稀罕 再说 我只是赚钱而已 闷声发大财 才是正道 谁知 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新婚之夜 麻烦就来了 柳如烟居住的别墅 是豪华别墅 地处开发区的东海湾别墅小区 里面的新房 更是布置得漂亮奢华 灿烂夺目 看上去像是皇宫的卧室一般 但是我看在眼里 心情平静 这里不属于我 隔壁一间小卧室才是我的 领了结婚证 柳如烟带我回来 范健点也来了 他们要我只在自己的房间里活动 其他地方不要出入 甚至吃饭 也只能在厨房吃 这些我都无所谓 我对这里本来就没有感觉 晚上睡觉 隔壁的男女兴奋地尖叫 让我辗转反侧 当时间来到晚上11点钟 范健点给我打电话 小郑 你过来一下 我一愣 去他们的卧室 听到没有 过来 我只好穿着睡衣 踢上拖鞋 推开他们的卧室房门走进去 房间里亮着灯 光线有些刺眼 里面弥漫着烟雾 还掺杂着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我有些恶心 低着头问 范总 有啥安排 我们有些口渴 你端过来两杯茶水过来 要龙井 他们狂欢到现在 口渴了 叫我去倒茶 我只有忍住火气 去给他们倒茶 然后退出去 又给他们关上房门 我戴上耳机 才慢慢进入到梦乡中 谁知 到凌晨一点 范健点那孙子又打了电话 小郑 你去外面买一梯纸巾回来 以前的用完了 没办法 我只好穿上衣服走出去 外面春雨绵绵 空气阴冷 那种感觉真是酸爽 到了小区外面 我跑了一个小时 去了三家超市 才买回来一梯 范总 我买回来了 我敲响卧室房门 进来 我推开房门 走进去 低着头 把纸巾放在床头柜上 他抽着香烟 只看上一眼 就突然抓起来 朝我脸上砸 怎么不买湿巾 我躲过 真想捡起来摔到他脸上 你也没有说买湿巾啊 我有什么爱好 你不知道 一个月给你开三万 这点事就办不好 快去买 买不到就别回来 范哥 算了 这么冷的天 他跑一趟也不容易 柳如烟突然开口说话了 郑欢 你把纸巾捡起来 递给我 去睡觉吧 我弯腰提起纸巾 递给他 看到他修长 白皙的小手 又看一眼 他红润俊美的脸蛋 我暗暗叹口气 好白菜都被猪给拱了 当我给他们关上房门时 柳如烟又说 范哥 郑欢毕竟帮了我们 我们别难为他 现在社会压力大 大家都不容易 范健点呸了一口 一个打工仔而已 他在我眼里就是一条狗 我领了证 可以不告诉父母 但是柳如烟不行 他就是在父母的要求下结婚的 并且一定要带着丈夫 去见他们一面 于是我们收拾一下 便开车去柳如烟家 当然 范健点也去 他作为公司领导前驱慰问 实际上 他就是对我不放心 要监督我 让我没想到 的是 小区门口有队青年男女等着我们 要和我们一起过去 男的叫徐小舟 是我们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会计 我和他在一起吃过几次饭 关系比较熟 女的不认识 但是清冷漂亮 当注意到男的相貌 和柳如烟的相貌 有几分相像时 我忽然意识到 她是柳如烟的哥哥 正欢 这是咱哥咱嫂 柳如烟指一下 徐小舟他们 给我介绍 我冲徐小舟点点头 叫一声歌 又对女的叫一声嫂子 徐小舟点点头 苦苦一笑 女的没有点头 没有表情 也没有说话 我想着他们一定知道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事情 知道这是走过场 同时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 柳如烟是一个 很有分寸的知识女性 怎么就成为 饭健点的情人了 我们买了很多礼品 放在后座上 而后驶向高速车站 一路上 我们都不发一言 气氛十分尴尬 不过我注意到 饭健点偷瞄徐小舟的老婆 时不时的咽口水 柳如烟的家 在一座小县城 父母都是中学教师 是书香门地 不过居住条件并不好 这是一座破旧的小区 没有电梯 物业形同虚设 院子里到处都是垃圾 还有几处冒着烟雾 散发着刺鼻的气息 她爸妈见到我之后 很是喜欢 我身材高大 相貌帅气 再加上月薪三四万 他们当然满意 他们争取柳如烟的意见 要不要半酒席 柳如烟说 准备旅行过蜜月 至于随过里的亲戚朋友 送些礼品就行了 他们都点点头 说我们小两口 只要恩爱就行 说到恩爱 我们毕竟是刚领过这么夫妻 自然要牵着手 唯一在一起 只是饭健点的脸色极其难看 看向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 到了十二点 我们便出去吃饭 走出家门之后 柳如烟的老妈忘记拿包 回去找 他老爸也转身回去 就在这一刻 饭健点突然一巴掌拍在我脸上 咬牙切齿 搞清楚你的真实身份 这一巴掌下来 半张脸疼得都像火烧一样 我火了 我做什么了 柳如烟赶忙拉开我 安慰饭健点 范总 我和郑欢会有分寸的 刚才不是为了让爸妈放心吗 饭健点骂骂咧咧 不肯罢休 范总 我爸妈快出来 叫他们看到就不好了 徐小周也劝说饭健点 饭健点这才收敛一些 戳着我的鼻子说 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到了下午三点钟 我们才返回原路 回到别墅 我想着饭健点不会放过我 可是他竟然邀请我 去地下室健身房锻炼身体 健身房面积不小 有六十来个平米 里面有各种崭新的健身器材 他掏出花子 递给我一只 小正 今上午在柳如烟家 你让我很生气 现在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我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点起香烟 趁他不注意留个心眼 悄悄打开手机录音 然后抽口香烟 问范总 你真的给我机会 那是当然 就看你做不做 今晚上我准备请许小周 和他老婆吃饭 你呢 给我做陪 帮我把许小周灌醉 你想干嘛 我喜欢他老婆 你说呢 饭健点几枚弄眼 一脸坏笑 我一阵恶心 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事我做不到 饭健点面色巨变 敬酒不吃吃法酒是吧 我没说话 他点点头 拿起手机打个电话 几分钟后 他挂了电话 你哥们老妈不是在我的帮助下做了手术吗 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 我已经联系了 他马上就要被推出重症监护室 你怎么出而反而 我一怒而起 饭健点抽根香烟 得意的喷云吐雾 你答应我 我不就帮你了 嗷到哥们老妈 却把徐小舟夫妻害了 我不能那么做 你别说了 我不会答应你 是吗 饭健点站起来 朝着我的面门吐口烟雾 现在不要嘴硬 等你和你兄弟商量一下再说 我等你电话 他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没多久 柳如烟快步走进来 郑欢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没事 饭健点没动手 柳如烟仍是很担心 我又摇摇头 这就好 那你就在隔壁房间休息吧 刚才饭健点走了 安排我就让你住在这里 我帮你收拾一下 柳如烟走向房门 如烟 我叫住他 他站住了 有句话我想问你 可以吗 你问吧 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 你怎么愿意做饭健点的情人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记住不该问的千万别问 被他听到 后果无法想象 柳如烟擦去眼泪 转身便走 还有 客厅里有监控 你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如烟 我又叫住他 掏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有张卡 是午饭后你老妈悄悄塞给我的 叫我以后多疼疼你 你收下吧 他捂住脸蛋 开始啜泣 不知道是想起父母 是想起自己无可奈何的婚姻 还是想起受困于饭健点 他哭了好长一会儿 然后哽咽着说 给你的 你就留着吧 关上房门走开了 隔着房门 我还能听到那绵绵不绝的哽咽声 第二天我也没答应饭健点 我去医院找哥们 想办法帮助他们转院 接下来 我该上班就去上班 该回家就回家 一段时间内 我和饭健点相安无事 只要有空闲时间 我就去50多里远的码头菜市场溜达 买买青菜 买买食材 买买日用品 实际上我们附近就有菜市场 我特意跑到码头菜市场 是因为这个菜市场离饭健点家很近 有时候他老婆会去那里买菜 我给饭健点开车的时候 曾经多次陪他老婆在码头菜市场买菜 特意去这里 因为我想通过这个女人对付饭健点 我和柳如烟不能一直这样做傀儡 我必须帮助我们争取到自由 不过 我去了好几次 都没见到我想见的人 我想跟他联系 但是又担心饭健点怀疑和追查到 就一直等机会 这天周六 是柳如烟的生日 下午三点我给饭健点发消息 问他生日怎么过 他要求我去菜市场买些青菜和海鲜回来 然后回家做晚饭 他要陪着柳如烟喝一杯 给他过一个浪漫的生日 得到这句话 我便赶往码头菜市场 这一次 溜达的没有十分钟 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饭健点的老婆田依依 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过副总 这两年身体不好 傅贤在家 他很爱笑 看起来十分随和 不过饭健点很怕他 因为他老爸和哥哥都是刑警出身 在警界很有话语权 嫂子 买菜啊 我看向他手中滴溜的东西 呵呵一笑 这大闸蟹和海鲜挺新鲜啊 哟小郑 你也来买菜 好久没见到你了 田依依眯着眼睛笑 这么长时间也不看看嫂子 忙啥呢 公司忙 要不早就看你了 我跟着他笑 滚 他突然变脸 心眼一瞪 现在你学得跟饭健点一样圆滑了 给我哪远滚哪儿去 我了解田依依的性格 不但不走 还靠近他 哄他说 嫂子 我就是害怕范总怀疑 才不敢随随便便来看你 这不是有重大问题禀报 才来找您嫂夫人吗 田依依这才转目为喜 这才像话 说吧 找我禀报啥事啊 我看一眼四周 示意他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他立即带着我走向一个小公园 来到一角 要我赶紧说 我观察一眼四周 压低声音说 嫂子 我跟你说实话 你可不能跟他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然我就惨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冷静 并且妥善解决问题 田依依两眼圆瞪 做出保证 要是我做不到 那就让我出门被车撞死 我了解他 也相信他的人品 再加上他都这样做出保证 那我也就不需要再隐瞒了 嫂子 我结婚了 跟柳如燕结的婚 现在蜜月刚过完 可是范总干涉我们的婚姻生活 甚至晚上住到我们家里 岂有此理 田依依气得花枝乱颤 我这就找他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拽住他 田总 刚才你怎么答应我的 这个是我们不商量一下 想的对策 到了傍晚 我做了一桌子的美食 香辣朝鲜 蒜蓉粉丝蒸扇贝 市值粉丝蒸相拔棒 海鲜蚝仔粥等等 使得餐厅内飘荡着诱人的香味 当我把买好的生日蛋糕 放在餐桌边时 范健点带着柳如燕回来了 范总 晚饭我做好了 我冲范健点点点头 又冲柳如燕点点头 我特意跟柳如燕 做一下眼神的交流 暗示他今晚上 我会让他度过一个 不可思议的生日 可是他躲开我的眼神 换衣服去了 饭菜做好了 还站在这里干嘛 范健点像是对待下人一样 冲我呵斥 我暗暗咬牙 点头走开 回来 范健点突然指向 餐桌上的一道菜 谁让你做这扇贝的 我快步走到餐厅门口 轻声解释 范总 如燕喜欢吃 呼 范健点抓起来一盘蒜蓉粉丝 蒸扇贝 就往我脸上砸 我赶忙跳开 脚下一滑 扑通一声坐到地板上 如燕这个名字也是你叫的 范健点冲上来 就是一脚 我一歪头 他的皮鞋脚尖 擦着我的耳朵飞过 耳朵疼得像是火烧一样 不知道这个王八蛋 今天遇到什么烦心事 在我身上发泄 我忍气吞声 不发一言 范总 怎么了 柳如燕换了衣服 快步走来 拉住范健点的胳膊 范健点破口大骂 这个废物只会惹老子生气 不滚起来 给我们下长寿面去 我答应一声 爬起来 走向厨房 一边走 我一边想着田一 我和他约好的 他该出场了 我忍到现在 等的就是他 刚走到厨房门口 范健点的手机响起来 我猛地站住 侧耳聆听 范健点的一张肥脸 立即笑开了花 老婆 今晚上我回不去了 公司开会 范健点 你忽悠谁呢 刚才我在路上见到谢总 他说你来东海湾别墅小区了 我现在就在小区 啊 范健点吓得一下张大嘴巴 我冷笑 会有你害怕的时候 你在哪撞别墅 电话里又大声问 范健点结结巴巴 我 我 我在一个朋友家 马上去找你 保安都跟我说了 你在柳如烟家 我就在别处门口 快开门 范健点吓得两眼圆瞪 惊恶地看看柳如烟 又看看我 柳如烟慌了 脸色苍白 双手哆嗦 范总 怎么办 范健点愣一愣 然后呵呵笑了 怕啥 你和郑欢是夫妻 今天你们两口子 邀请我过来吃顿饭 不可以吗 然后又戳肘的鼻子说 小子 等会你配合好 别玩砸了 明白吗 郑欢不会的 柳如烟拉着我 走向外面 外面细雨绵绵 田一一站在别墅门口 一身黑色长裙 冻得有些发抖 田总 欢迎欢迎 我和柳如烟加快脚步 笑脸迎接 范健点跟在后面 满脸堆笑 叫什么田总 叫嫂子 田一一笑眯眯地 拉起柳如烟的手 如烟 你和郑欢结婚了 也不说一声 怕我喝你们的喜酒啊 柳如烟连连摇头 不是不是 嫂子 我们谁都没说 前几天旅游了 我们是旅行结婚 我微笑点头 请她客厅坐 田一一看向饭健点 立即拉下脸来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不是如烟的生日吗 他们两口子 非要请我过来吃顿饭 饭健点看向我和柳如烟 几没弄眼 要我们帮她说话 我们立即解释 互相补充 把饭健点360度 无死角的夸了一番 田一一这才不说什么 在我们的邀请下 走进餐厅 寒暄几句之后 我们推背换展 吃得非常开心 晚饭结束之后 我们又到外面散步 当时间来到晚上十点半 田一一揉着太阳穴说 我累了 回去休息吧 好嘞 饭健点像是早就等着这一刻 摩拳擦掌 老婆 走 我开车送你回家 田一一答应一声 在饭健点的搀扶下 摇摇晃晃走向她的大奔 柳如烟担心田一一歪倒 也搀扶着她 我急得抓耳挠腮 恨不得拽住田一一把她拉回来 按照我们的计划 她应该留下来住宿 可是她倒好 直接走了 我赶忙跟上 也得送送她 想开口提醒一句 又担心被饭健点看穿 嫂子 要是不舒服 就住下来一晚吧 柳如烟突然问 我也想这么问 满眼期待地看向田一一 田一一皱着眉头摇摇头 在外面我住不习惯 嗨 我暗暗叹气 只能等着下一次了 谁知当我们给田一一打开车门时 她突然转过身来 怎么了嫂子 我急问 田一一的表情有些痛苦 做出无嘴的动作 要是坐车 我会吐 那怎么办 范健点急忙问 田一一非常为难地说 我看今晚上走不掉了 明天我们再回家吧 说话间 悄悄冲我击击眼 我这才明白 她是在演戏 心中大喜 恨不得抱起来 她走向客厅 田一一看向柳如烟 如烟 我和你范哥住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嫂子 听你说的 你和范总想什么时候住 就什么时候住 柳如烟自然不能拒绝 田一一满意地点点头 又看向我 郑欢 你呢 我看向范健点 范健点吹胡子瞪眼 你看我干嘛 你嫂子想住 你还拒绝啊 王八蛋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这才打出首饰 嫂子 请 里面请 几分钟后 我走进客厅的 我注意到范健点的脸色变了 有满面红光 变成满脸乌黑 像是被破鞋打过似的 我心中冷笑 你也有惊天 我和柳如烟 收拾一间卧室 让他们居住 然后我和柳如烟 走向本属于柳如烟 和范健点的卧室 我刻意停下来 刺激范健点 范总 你和嫂子住这一间 我和如烟住对门的一间 可以吗 范健点两眼暴瞪 非常激动 听你说的 这是你们两口子的家 你们怎么安排 我们就怎么听从 然后冲田一讨好一笑 老婆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在这里 他们还把我当领导 真是的 别废话了 田一拉着范健点 走向他们的卧室 郑欢 如烟 你们也早点睡 时间不走了 晚安 我和柳如烟相视一眼 这才走向卧室 刚准备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我注意到范健点往后看 冲我两眼怒视 呲牙咧嘴 像是一头要发疯的狗 哦 再警告我是吧 我又打开房门 故意问 范总 要不咱俩换换 换什么 你不会是想换依依和如烟吧 你的思想就这么龌龊 范健点突然爆发 大吼 田一转过身 惊恶地看着我 柳如烟更是抓住我的胳膊 吓得双手哆嗦 不停地冲我摇头 我微笑着解释 范总 你喝多了吧 我是说我们的卧室换一换 这一间是大卧室 你们的是一间小卧室 我觉得 让你们住在大卧室 才是对你们的尊重 范健点目瞪口呆 哑口无言 范健点 田一不答应了 怒是起范健点 你会不会说话 人家郑欢是那种人吗 你整天在想着什么 范健点黏了 慌忙作医 讨好的笑 老婆 我刚才开玩笑呢 真的 开玩笑呢 田一看向我们 把手一挥 郑欢 如烟 你们好好过你们的夫妻生活 将来等你们有了孩子 我做孩子的干妈 我和柳如烟都感激一笑 这才走进卧室 关上房门 这一刻 我们相视一眼 我心里顿翻江倒海 有一种想把她 拥在怀里的冲动 可是她低头走开了 我去洗澡了 我就坐在床边等候 想着接下来 该怎么跟她交流 二十来分钟后 她款款走来 穿着粉红色低胸睡衣 清爽欲滴 又妖娄美丽 像是一朵出水芙蓉 我一下看呆了 这是我的老婆啊 可是她对我来说 就是水中月 井中花 郑欢 你也去洗洗澡吧 她轻声嘻喃 好 我三步两步 冲向洗澡间 五六分钟后 我就穿着睡衣走回来 心里砰砰乱跳 忐忑不安 今晚上 我就要和老婆同居了 问题是柳如烟答应吗 郑欢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柳如烟指向床边的地板 我给你铺了毛毯 你就将就着睡一晚吧 我早就料到这一点 摇一下头 我当然不会睡在那里 我是谁 我是她的合法丈夫 我睡在她身边 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烟 我早就想跟你沟通了 现在是个机会 我问你啊 你愿意这么过一辈子吗 我走上前 语重心长地问 柳如烟争住了 而后泪眼婆娑 轻轻摇头 别说了 没用的 郑欢 别想着跟范总对着干 你我都不是她的对手 我往床边走一走 又说 你知道今天田一一 为什么突然会来吗 就是我的安排 我要利用田一一和她的关系 对付范健点 啊 柳如烟经得一坐而起 信念圆瞪 满脸震惊地看着我 郑欢 你不想活了 我怂怂肩膀 淡淡一笑 生死看淡 不服就敢 反正我在这里就一个人 怕什么 听她的 我活得不像个人 不听她的 我反而是个男人 别说了 别说了 快别说了 柳如烟哭得梨花带雨 脑袋摇得像是波浪鼓 郑欢 你根本斗不过她 听我的 别胡思乱想了 求求你 别胡思乱想了 我又前进一步 继续说 我现在已经查到了 你之所以委身于范健点 是因为她抓住了你哥的把柄 你要是不听她的 她就会把你哥送进监狱 她一听 两个眼睛瞪得更大更圆 表情变得有些愤怒 你在胡说什么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把你赶出去了 我掏出手机 你别激动 先听一段录音 随着我打开录音 里面传出我和范健点对话的声音 小郑 今上午在柳如烟家 你让我很生气 现在我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范总 你真的给我机会 那是当然 就看你做不做 今晚上我准备请徐小舟和她老婆吃饭 你呢 给我做陪 帮我把徐小舟灌醉 你想干嘛 我喜欢她老婆 你说呢 呵呵呵呵 这事儿我做不到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听到这里 柳如烟一战而起 震惊的脸蛋上满是愤怒 嘴唇咬出血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像是要一喷而出 犯件点太卑鄙了 她竟然还惦记着我嫂子 如烟 你要是再任她摆布下去 后果你自己想象吧 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当然 你愿意这样 我也无话可说 转过身 走向房门 正欢 柳如烟突然跟上 猛地从身后搂住我 别走 我需要你 我感觉到她的力量很大 过了好长一会儿 转过身说 这个是你想好 我想好了 她冲我重重地点头 拉着我走向床铺 不早了 我们该休息了 我 我刚说出一个字 她就伸手捂住我的嘴巴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是你的合法妻子 现在我就是你的妻子 只要你能帮我摆脱犯件点 我以后永远都是你的妻子 得到这句话 我就不客气了 把她搂在怀里 然后抱起她 关灯 把她放在床上 两清欢恰 自不用说 半个小时后 我把美人拥在怀中 朝着上空吐口啄气 红杏出墙 我老婆终于红杏出墙 一顶绿油油的大帽子 喜从天降 我不知道这顶绿帽子 是送给我自己的 还是送给犯件点的 反正我想再个再无 想隆重地庆祝一番 既然要庆祝 那就再来一次吧 我又一次 把怀中的美人抱起来 至于犯件点 明天一定会报复 那就等到明天好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 末世金尊空对月 起床了 起床了 第二天 听到外面有人叫 我和柳如烟才醒来 相识一笑 快速起床 像是要表达一种特殊的意义 她穿一身红色旗袍 盘起绣发 加上水灵灵的大眼睛 艳丽的脸蛋 和成熟芬芳的气质 整个人显得特别的妩媚动人 真别说 我的新娘子 经过我一个夜晚的磨练 一下女人味十足 而在这之前 她从来没有这么美过 可想而知 她都是在饭见点的威逼下做事 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 整个人根本散发不出那种味道 嫂子 躁 我和柳如烟走出卧室 跟叫门的田一一打招呼 哇 好漂亮啊 田一一拉住柳如烟的手 赞不绝口 新娘子像是成熟的香桃 太香太美了 我和柳如烟又一次相识一笑 甜蜜 多情 恩爱 只是看饭见点 整个人一脸清黑 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气得要炸 身为男人 她当然能够一眼看出 我们昨晚上干什么了 不然新娘子 不会这么容光焕发 风采夺目 我洋装关心 范总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哦 没有 我感觉很好 呵呵 昨晚上睡得很好 范见点尴尬一笑 真别说 住在你们这里 感觉还不错 田一一 小鸟一人地摟住她的胳膊 笑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昨晚上 我摟着你们范哥睡一夜 连手机都不让她碰 睡到可香了 我和柳如烟都呵呵一笑 昨晚上我和柳如烟 能够放心地相爱 多亏了这位贵妇人的相助 老婆 如烟 你们去做早饭吧 我想和郑欢 谈谈公司的事情 范见点冲着田一一微笑道 你的早餐做得非常好吃 可得给他们露一手 那是 走 田一一听到夸奖 哈哈一笑 拉着柳如烟走向厨房 当他们不见了 范见点的脸色顿时变了 咬牙道 跟我去健身房 我明白她要干什么 跟她走向地下室健身房 一走进房间 她就随手抓起一根 六十公斤级的握力棒 关上门 我伸手关上门 地下室封闭起来 空气有些阴森 你小子昨晚上跟柳如烟睡觉了 范见点握着健身棒指向我 我回答 她是我老婆 跟她睡觉犯法吗 找死 范见点挥起握力棒 这种最大号的握力棒挥起之后 风声呼啸 比短棍的威力都大 不过我早有准备 往旁边快速一跳 躲过 你老婆就在这里 你敢动手 打你个残废 说是你自己弄伤的 范见点大吼一声 步步紧逼 既然这样 那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抓起一个哑铃 便朝着她砸过去 你敢动手 她大叫一声 往下一蹲 躲过哑铃 哄 哑铃砸到跑步机上 传出一声巨响 紧接着又传出 砰的一声响 我又扔出去一个哑铃 正中范见点的大肚子 哦 她惨叫一声 歪倒在地 松开握力棒 正欢 你敢对我动手 你死定了 我抓起握力棒 对着她的背部来一下 打得她又是一声惨叫 范见点 毒蛇在毒也有七寸 你知道你的七寸是什么吗 我弯下腰问 她一愣 眨巴眨巴眼睛 看向我 我掏出手机 发出一条信息 不一会儿 房门被人推开 田一一一脸冰冷地走进来 老婆 范见点一下慌了神 田一一搂起胳膊 居高临下地盯着她 范见点 从此以后正欢就是我弟弟 今天上午我就带她见我爸 你想报复 去找我爸好了 不不不不 老婆 你开啥玩笑 我敢报复你弟弟 范见点满脸堆笑 表情跟哭似的 田一一又冷冷到 看在我们两个孩子的情分上 我还愿意跟你过 你呢 不愿意过 我们就离婚 至于你将来会不会锒铛入狱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扑腾 范见点吓得爬起来 重重的双膝跪地 老婆 我跟你过 老婆 我跟你过 跟着正欢上去吧 如烟还等着呢 田一一斜眼范见点 冲我点点头 正欢 去跟你老婆谈谈吧 姐 以后你是我清姐 谢了 我给她身鞠躬 然后带着范见点走出健身房 五分钟后 我们出现在厨房门口 看到如烟在切水果 我走到她身后 搂住她的小蛮腰 对她耳语说 老婆 我和范见点谈妥了 以后她不再干涉 我们的夫妻生活 她猛地转身 看看我 又看看范见点 不敢相信 如烟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我已经答应我老婆和正欢了 范见点搭拉着脑袋 垂头丧气 转身走开 如烟喜极而泣 紧紧地拥到我怀中 我也热泪盈眶 和她久久相拥 我的老婆终于属于我了 我要万分珍惜 以后还有很多美好的日子 等候着我们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开始我们的新生活了 全文完